同派的海鮮食材摆滿滿 標榜每天由東京竹地 運送新鮮海鮮的竹地市場 正式亮相香港 食區有分床位和企圍 但床位就只可以容納到60個人 可以容納440人的灣仔竹地 由東京竹地市場 據規模的批發商 山智集團所投資 從生食區到熟食區 各種琳琅滿目的新鮮魚貨 任君挑選 品嘗海鮮之餘 領海的壽司區 還能一覽為多利亞港的景色 店內平均消費330元港幣 約台幣1500元 不少人前來尝� 但其實看目前 港版的竹地市場 牌照差點過不了 所以其實都不是一個 叫我們很快改變 在日本竹地建議 在日本竹地建議13年的海產批發商 首次海外設點就選在香港灣仔 這也是自日本知名美食 一來拉麵進駐香港後 再由日本的食材貿易商來港設點 讓吃東西買東西的香港 又多了一個吸引偷客的新景點 簡評與綜合報導